這個世界怎麼了 我以為你 大家走到這個位置的人 都是說實話 就變成要走到這個位置的 還是滿口謊言 這些政客的嘴 其實就是胡說八道 能騙就騙 能坑就坑 我對一些政治人物 後來我越來越不屑 一些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然後模樣不老 開始在外面宣傳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 青鳥在外面 所以國民黨趕快撤案 我跟你講這從頭到尾 都是胡扯到極點 其實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是由國會來監督行政權 柯總知道什麼 跳出來開記者會說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 不好意思剛好相反 全世界民主國家都這樣 他現在只是一個 比較愚民的政策 就是我用口號 或是用錯誤的資訊 來告訴人民 我想請憲哥 跟我們大家解釋一下 那總統現在提出了事件 他已經簽署了嘛 他簽署了法案 但是卻又提出事件 然後又說暫時處分 那接下來大概會有 有什麼樣子的情況 可能結果會是什麼樣 其實總統他也不得不去 公佈這個法律 因為依據憲法徵修條文 總統是因公佈 因該的因 所以他並沒有 不公佈的這個機會 那他不公佈的話 反而是造成更大的憲政危機 那他公佈之後呢 那當然他就是開始走 市縣的那個管道 那歷史上其實由總統 他據明說要求要釋憲 大概有五次啊 但是這一次是這個 憲法訴訟法通過後的第一次啊 以前我們叫大法官會議解釋嘛 那現在是叫做憲法法庭 不太一樣 好那其實他主要當然是就 就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他很多意見 那當然啦 現在民進黨定調這個叫做擴權 但在我自己對於這個法案的理解 我一點都不認為是擴權 我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是由國會來監督行政權 為什麼由國會來監督 因為我們叫做民主嘛 就以人民為主 那你今天要監督行政權 你怎麼花我的預算 那當然是要由人民 所選出的代議室去監督啊 但在台灣他告訴你 你立法委員不能有這個權限 其實這個是完全違反 整個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制度 所以這幾天什麼柯總 不知道怎麼跳出來開記者會說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 不好意思剛好相反 全世界民主國家都這樣 他現在只是一個比較愚民的政策 就是我用口號 或是用錯誤的資訊來告訴人民 但實際上 我們講一個大家最愛的美國 那參議院中院不是在做這個事嗎 英國的下議院不是在做這個事嗎 所以這個他一直講擴權 事實上從4至585號 因為早期啊我先說一下 早期孫中山做的 孫中山他所創立的這個五權憲法 其實當初的立法權 立法權其實是三個機關代表的 由三個機關組成 國民大會 然後立法院 監察院 所以早期的監察院是用選舉的 那但是經過立法的憲法修正之後 監察院現在變成是總統指派 那這樣子的話 他已經不是代議室制度了 所以你今天你要硬拗說 這個是代議室其實很奇怪 所以在經過這段時間的 憲法修正之後 大法官他也開始去利用解釋 來對於憲法修正之後 他會去開始做解釋嘛 那因為監察院已經 合在身體關了 所以立志的大法官會解釋 已經開始這邊說 譬如說4至585號 他就有說明立法院 本來就有相關這種調查 調閱的權限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修法 我個人認為根本不叫做擴權 也不叫做創設一個新的權利 他根本就是把憲法 本來就是給予立法委員的 這個權限 民文化而已 所以不叫做擴權 而是把憲法本身就賦予 給立法委員的權力 民文化 也就是這樣 所以2016年以前的民進黨 他完全支持這個法案 那我們這次條文也幾乎都相同 但是到2024年呢 他卻可以要釋憲 又說你毀憲 反正什麼權來 問題在這裡 你從法律的角度去談 就是剛剛我的那個整個脈絡 那至於說他要申請釋憲 那當然 還有什麼暫時處分 總統他希望這麼做 或是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要這麼做 我覺得都予以尊重 因為這個是他們法律上的權利 這訴訟憲法 訴訟法上的權利 所以我都沒有任何意見 人民或者是任何人 要行使法律上的權利 基本上我們都應該給予 給予他保障 但是呢他要提這個暫時處分 我個人認為在本案 並沒有暫時處分的必要 什麼叫做暫時處分 他就是可能要求你 這個法律暫時不能夠 不能夠生效來執行嘛 可能嗎 有啊 以前有好幾次例子 我來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以前那個身份證 要按耐指紋嘛 那這個立法過了之後 但是可能會不會侵害到 要人民的隱私權 這有可能的 那所以說當時呢 他們就申請釋憲 但是如果大法官 沒有下一個暫時處分的話 政府已經開始在採集 你我的指紋了 那這個有一個急迫性 而且有必要性 所以大法官他就下了一個 暫時處分說要求你這個法案 這個法律雖然通過了 但是不能不准用 這是可以 但是在今天的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裡面 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它沒有一個急迫性 而且它沒有一個對人民侵害的 這個急迫出來 所以我個人認為 大法官如果你今天要下 這個暫時處分 你先把理由告訴我們吧 OK 不然我實在是蘇南想像 那這個大法官就算要 現在就講到 賴清德他提出 事件跟暫時處分 那如果真的暫時處分 這個法條就無法適用 就暫時不能用嘛 就凍結了 那現在就是申請了事件 跟暫時處分 那在這個大法官有結果 之前的這一段期間 那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它是有用的嗎 有效的嗎 可以運作的嗎 你是說如果暫時處分嗎 現在賴清德已經申請了嘛 對 但是你要大法官合准 那在大法官還沒有這個決議出來嗎 那這一段期間呢 都可以用 是適用的 對 就是說 其實一般申請大法官來解釋 有沒有法律抵觸憲法的 在大法官宣判之前 其實這條法律是完全能夠使用的 所以我們法律人叫做 惡法易法啦 這個法律不管好或不好 它就是一條法律 你就是該執行 所以如果說今天 這個要求暫時處分 這個東西沒有被大法官核准的話 那這個法律是完全可以用 可以用到大法官宣判說 如果這個東西拿一條違憲為止 那都可以使用 好 那那個想請問一下 今天這個賴清德總統 他也說就是國會改革 在他口中叫國會擴權啦 他講立法院的調查權 不能侵害司法權監察權 不能侵害人民的隱私權 商業秘密啊 不表意的自由啊 那民進黨當然也有委員 他指控就是說 這個法案那有可能會 你們會調查什麼台積電的機密啊 那這樣 那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委員您解釋一下 那到底有沒有這些 根據總統他指控的這些情況 他講這些東西 早就都已經在條文裡面 把它排除掉啦 所以偵查中的案子 或是他們審理中的案子 本來你就不可以 去跟他們調券啦 所以總統講這個東西 其實是他可能法條沒有弄清楚 或是他的幕僚沒有跟他講清楚 那至於說 你說一些商業機密或什麼 本來你就不會去調那個 因為本來就不會去調啊 因為甚至有一些涉及國安什麼的 你都可以出來 都可以直接拒絕提供 其實我必須講一個啦 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的國會 本來就可以調查 我們以美國為例好了 美國他在譬如說之前播音737 他可能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 像這種東西國會介入調查的時候 當然會要求播音公司 他們會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當然你會以你調查的範圍為主 而且你還富有保密的義務 那這個東西一到台灣來之後 你又跟我說這個是違反 這個是違反世界潮流或什麼 其實說不過去啦 今天他就是扣你一個帽子而已 今天所有的調查 你說調查人民好了 其他國家的國會都可以調查的範圍 都會基於人民跟民間企業 並不是說什麼會去查什麼小吃店跟土豐五色 這個都在騙人民 什麼還有什麼會去調查你們學校 然後侵害什麼校園自由 人民不表意的自由 這都是騙人的啦 今天立法院會去調查的事項 一定是跟國家有重大關聯性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是查非安 非安或是像查那個之前的TikTok 或是不排什麼這一方面的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由國會出來 他不會去查什麼土豐五色 或一間學校裡面的帳怎麼做 這個從頭到尾都是騙人 那這個也是我目前對於執政黨 應該有點看不起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執政黨 其實不應該帶頭說謊 但是你今天說的東西其實是說謊 否則你用一些學者你們去查一下 其他的國家嘛 今天所有的事情 你如果說只能查公務員 那其實所有東西都是跟民間有關 那都不能查嘛 比如說雞蛋 疫苗 口罩 快篩 武器採購 全部都是用民間啊 那你今天如果只給予公務員 你沒有辦法查民間企業 那你等於是沒有這個調查權的意思 所以全世界的設計本來 國會的調查權就是 基於政府以及相關的民間企業 沒錯 好 那第二個 即便是我們今天要調查 我們也必須 如果以院會來說 院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他必須要院會決議通過 再來他裡面的組成分子 也是依據各黨的比例來推判 所以今天這個調查委員會的組成 不是只有一個國民黨或一個民眾黨 它是包含了各個政黨 所以他們跟你說 你只要得罪兩三個立法委員 你就會被調去 這都是騙人的 我今天比較難過的是說 你說這些執政黨的政治人物不懂嗎 這些執政黨的法律人才不懂嗎 其實他們都懂 他們心裡都一清二楚是怎麼回事 但是他卻可以說出騙人的話來騙人 這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啦 就像你說沈柏洋會不懂嗎 范雲會不懂嗎 范雲怎麼會說去查土豐無色 黃捷怎麼會說去查 我也忘了 反正他們去講的那都是荒謬至極啊 他們就是有意的去操弄 那一般民眾其實委員 我跟你老實講 因為我也有在做街坊 其實一般民眾對於 這國會改革法案的具體內容 到底是什麼 大家其實真的不太清楚 都是聽一些懶人包啊 還有很多 我在那個青鳥活動 我有看啦我有看 我有看你去訪問 好像幾乎沒有人答得出來 而且常常講的是完全 都是聽苗波亞在講的 對 好 那就委員你在現場 你在這邊你就順便再一次解答啦 很多人都講啦 那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他們的講法 如果過了以後啊 那這個立法院要調誰出來 那個老百姓就要被調 然後就可能被調查又被關 如果不講實話的話 有這種情況嗎 第一個 刑責部分沒有急於老百姓 反而是民進黨以前的版本 柯總召的版本 人民他還有七年以下有期突刑 這一次國會改革的刑責部分 完全沒有急於老百姓 刑責部分的話 如果對官員的不實陳述 是一年以下有期突刑啦 那前陣子那高嘉瑜不是帶頭講說 我說關一年好輕 然後後來就一堆側衣一堆網軍 就出來說 我這個人說關一年很輕 我為什麼不去先去關 事實上當天的講法是 一個美國的記者一個白人問我說 我們這個跟美國什麼不一樣 我說美國你們是五年 我們是一年 我們相對於你是輕 像這一句話 正常人會講中文的 都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在比較兩個國家對於 這個官員不實陳述的行責的高低 就他可以把他引申說 我講關一年叫很短很輕 所以總之不會說一般的老百姓 我立法院要調你來問話 你不講什麼我就送你去關 那為什麼我剛剛講那個就是 這些政客的嘴其實就是胡說八道 能騙就騙能坑就坑 這我對一些政治人物 後來我越來越不削一些政治人物 就是這樣 然後譬如說我們 你剛剛提到了說 很多年輕人看苗博雅的節目 就到現場 其實苗博雅講那個什麼 兩兆乾坑法案 根本就沒有兩兆嘛 事實差中心也跟你說 這兩兆是民進黨自己算的 現在已經加算到三兆了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那個法案之前確實有提 那我同時也擔任 程序委員會的招委 那個案子確實也本來有要排進去 但是排進去之後呢 我們自己內部都覺得 這個案子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在517我們院會那一天之前 我們就開會決定 等新的那個就任之後 520就任之後 再請交通部長來大家討論 這個案子的可行性在哪裡 也就是說517根本不會討論到 那個案子 就苗博雅竟然可以 沒有兩兆啦 沒有兩兆的案子 對 沒有那個案子 根本沒有那個案子 苗博雅竟然可以在直播裡面 告訴大家說有這個案子 就一群年輕人拿著那個牌子 兩兆什麼都到現場 你覺得民進黨的立委不知道嗎 他們也有參與協調會 他怎麼不知道 那結果他們 那無事要什麼也是跟著這樣喊啦 那我就覺得這個世界怎麼了 我以為大家走到這個位置的人 都是說實話 就沒有要走到這個位置的 還是滿口謊言 好 那517本來就沒有要排名 因為517我們當時審 國會的法案之外 就是審到那個里長的好像補助費啦 還有那個再生醫療法 我們就只有審這幾兆 沒有兩兆啦 都沒有 早就講清楚了 結果呢517當天確實沒有討論 然後牡羊博雅開始在外面宣傳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親鳥在外面 所以國民黨趕快撤案 我跟你講這從頭到尾都是胡扯到極點 但是呢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也有參與全程 卻也不說實話 我覺得所有東西立法院都有會議記錄 都有議事錄 都可以查一清二組 是我說謊還是苗博雅說謊 所以一路以來我就覺得 算了一個說謊的人 我連跟他辯論或跟他評論 我都不想 因為他這一輩子就不說實話嘛 那我們也沒有辯論的價值 因為以前有人跟我說 苗博雅是台大法律系 其實我們可以跟他就法案的部分去辯論 那我說你要我跟一個 說謊誠信的人辯論我是做不到啦 因為那沒有任何價值嘛 要嘛你拿法案來討論 譬如說那個上次有一個電視辯論會 邀我黃國昌和沈柏洋來討論 我跟黃國昌也是第一時間就答應 但沈柏洋後來不出來 後來他們又找了吳思堯 吳思堯也拒絕 後來再找莊瑞雄 莊瑞雄也拒絕 那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跟黃國昌 就是要跟你們從憲政體制 以及法律去做討論 對 去做辯論 結果你們沒有人要出來 那我也無能為力 但是我今天所說的任何東西 都是以我對於法 憲法 憲法徵修條文 以及大法官立次解釋 所得到的 還有世界民主國家的 民主制度是什麼 我們清清楚楚就在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 台灣非常特別的是 台灣的國會竟然 對於行政權無法監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 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也記得右邊購為健康的 散衡香港問題購為健康 只需旁邊購為健康 保養 進 美日克菲爾